在我们国家呢,有这样一个地方,你以为你是住在平地,但是呢,当你推开你的窗户,看到的是什么呢? 其实呢,是900米的深渊,是一个很深的峡谷。 大重庆非常的神秘啊,在城市之中呢,居然有一座非常大的大峡谷,今天呢,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啊。 我们爬了半个小时,终于爬上来了啊,那边是停车场,看一下啊,这就是城市大峡谷,重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在全世界呢,只有两个城市中间有峡谷的,第一个是欧洲的卢森堡,第二个呢,就是中国的重庆,这个地方呢,是重庆的前江区,看到没有? 一根大峡谷,穿承而过,哇,是不是非常的神奇? 你以为,你在平地上,实际,你现在还是生活在半山窑上。 我们所刚才看到的对面呢,是这样一幅情景,这边呢,是一座石桥,然后下面呢,有悬空玻璃栈道,这个峡谷总长多少?总长大概有6公里。 可以看一下,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峡谷啊,这个峡谷呢,我们可以看到, 7个岩层时代的化石,就说什么呢?从震旦级到白俄级的化石,都可以看到,非常的神奇啊,可以说我们是走在几亿年前的那种感觉吧,这么说吧。 但是,下面的悬空栈道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,爬不动,我们直接开车过去吧。 经过一番商业呢,我决定还是徒步吧,因为开车上去没有什么意义,让我们再感受一下这个天险吧。 穿过这个城门楼,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震撼的雕像啊,世界最高的观音像,啊,就在眼前,穿过这个洞穴来看一下啊,哇。 对面这个山叫做正阳山啊,洞里还是有回音的,这顿观音像啊,是高123米,宽69米,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观音雕像啊。 嗯,手持,静瓶柳枝,端坐连台,哎,直洒生水,面目祥和,哇,好震撼啊,啊,这里是一个广场,这里好像是中心广场,我们看看看那个导览图。 连台呢,就是代表不被污染的大自在,这个静瓶呢,是代表法界易辱的大智慧,神奇啊。 不知道当年古人是怎么把这个观音像雕在上面的,真是十分伟大的像工程啊,因为我们看一下啊,这个正阳山简直就是绝壁啊,在绝壁之上,在古代又是怎么把它刻上去的呢? 这也是一个谜啊,前面是一个观音寺啊,我们看看啊,在群山环抱的大峡谷之中有这么一个观音寺,是不是很神奇呢? 啊,而这里呢,看看啊,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一样,啊,下面的游客呢,就是走在这个峡谷当中,因为我们说过嘛,这个峡谷呢,穿越了,七个,七个岩层啊,七个时代的岩层。 所以说呢,像走在几亿年前的山鬼,很美啊。 这个地方呢,叫做回音亭啊,在这里可以看到,秦江市这个城市大峡谷景观,观音峡段的所有景观啊,这里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? 站在这里啊,就是中心,说出自己的愿望呢,就可以听到观音的回音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哦,但是这里观音,这是回音很大啊,这里,好奇怪啊,哇,这个回音真的好厉害啊,哇,哇,好厉害的回音啊。 哇,这个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?啊,然后我们走到只要离开中心点,就不再有这个回音了,好奇怪啊,这个设计的。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啊,继续向前,去找我们刚才的目的地。 哇,这个池塘简直是太美了啊,谁都不敢相信,它居然会坐落在一个峡谷中间,那里挂满了很多祈福牌啊。 哇,这个桥上真的弄得很漂亮啊,白满了这种讨号,两边呢,就是落差,打五六百。 哇,这个桥上真的弄得很漂亮啊,白满了这种讨号,两边呢,就是落差,打五六百。 五百米的峡谷。 平均高度是二百米,最高可以达到六百米。 看一看啊,有谁会想到一座城市这种会穿过一条峡谷呢?是不是很震撼? 只可惜峡谷目前我不知道能不能下去,下面流油这个泉水啊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大坝。 好。 好。 好。